军官如果你突然看到一个军官刺青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当初在报考专业军官班的时候 他没有刺青 但是他受完这个分科教育下部队之后 确定他已经出任校位之后 他跑去刺青了 大概就只有这样 只有这个方式有可能 就是看到一个军官有刺青 大概就只有这个原因 不然你一开始在实施体检的时候 体检的人员就已经会看你整个身体 有没有刺青了 所以应该是不可能在任官前就刺了 他通常这种人不管是军事官 这种人几乎都是这个受完训 下部队挂截之后 他才去刺青 他才去刺青的 刺青不会被陈处 如果是军事官后来才刺青的话 他不会被陈处 但是他会被记录在兵级资料的兵级表里面 人事单位会把这些有刺青的军事官 登记他的这个刺青的大小 把他登载在你的兵级表里面 登载完毕之后 你以后不得再有刺青 最初那个之外 你不能再增加 再增加有什么成组 可能就要问一下 相关的展办人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曾经登载过 我接人士的时候曾经登载过 但是还没有看过就变更大的了 因为那个时代可能大家也比较内裂一点 没有像现在这么需要刺青这种东西 所以还没有人敢继续把它刺大 但是其实说老实话 如果你真的就是隐藏的很好 例如你不要外露出来给别人看到的话 你刺在里面 其实真正要发现也不可能 我总不能我是一个人事官 我叫全影把所有的衣服脱掉 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啊 绝对是真的有看到 我抬着跟他讲 哦你那个刺青那你是军事官 那我要登载一下 登载在你的兵级表里面 最多就结论 不可能就全部人把衣服脱掉了 对不对 这两支花可以吗 这两支花都可以啊 你又是什么都可以 我不是讲过 你只要军事官 你适合他就是会 把你的这个大小样式 登载在你的兵级表里面 之后不能再增加 之后不能再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训athon